大家好,新書介紹 鵬針的藍莊編織 有中馬、大馬和家大馬 藍莊書一年都是出一本 沒有分年齡層 所有藍莊的款式基本上都是一樣 有背心、長袖衣服、外套 這裏是一件麻花的歪領開胸扭星背心 一樣有中馬、大馬和家大馬 左右是同款,只是不同色 這件是簡單的高低針長袖 圓領兔頭的藍莊衣服 另外這款也是圓領兔頭的藍莊衣服 它只不過有橫鑑的顏色在袖和衣服上 另外這款就是V領背心 有一個零形配色的圖樣在正面前腹 左邊就是一件粗線的背心 有袋子 這個比較粗 一部用的線材應該是去到15號棒針 前面有拉鍊 右邊就是一個圍撥 因為它做了扭繩花樣 還有在啡色和米色那裏有橫鑑 鑑了色在中間 另外這一件就是歪領的外套 一樣是有袋子的 不過這件衣服是沒有扭門的 如果真的要扭門的話 就自己要加上扭門的洞洞 另外一款就是牛角皂的麻花 圓領的長袖衣服 另外這兩件都是V領的背心 高低針簡單的花樣 左右款式是相同的 用了不同的線材 所以有不同的顏色 左邊這個帽子也挺有趣 如果怕冷 很喜歡黏著的話 這一款也不錯 右手就是一個露子的手套 手指公、帽子的位置會加針出來 另外這一款也是圓領的長袖套頭的衣服 配色加上高低針的花樣 左邊有一個簡單的高低針的帽子 右邊這個灰色其實是黑色和米色 兩條欄一起積的兩低兩高頸巾 這件也是粗線的 就是15號的針 它做的時候 前臘是跟著前片一起出的 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再挑針 適這個前臘 就是一個歪領 另外左邊就是高低針的V領背心 右邊也是一個圍缽 另外這一件藍色是圓形剪接的 變成三身積完之後 去到中間,兩隻就織好,屯屯圈 黏著一起織上去 領是雙層的,所以織完之後就屈回去 所以你看到它比較厚 左邊是線材的介紹 右邊是一些尺碼 後面都是我們的編織圖樣 這次介紹就這麼多,謝謝收看,我是Judy 拜拜